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思想主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良心理的力量 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3到35节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 法利塞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那这段经文呢是接续着 立位宴请他的朋友 跟一些法利塞人文士眼中的罪人 然后那个法利塞人跟文士 跟耶稣他们抱怨的这件事情后面说的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关于禁食 犹太人呢认为有三件事情可以操练敬前 第一个是施舍 第二个是祷告 第三个就是禁食 那么禁食在旧约希伯来文有两个同意字 一个是指着不吃面包 也就是不吃东西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指着磨炼灵魂 或是使人的生命因受磨难而谦卑 而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 每年的7月10日是全体以色列人民的赎罪日 那么在那一天呢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禁食 那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外侨也需要禁食 关于这些的相关规定呢 我们可以参考立位记16章29到31节 那么不单单是禁食而已 而是所有的工作呢也都需要停止 并且要举行敬拜的礼仪 要表示我们要洁净自己的身心 那么到了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 犹太人就另外立了新的条例 也就是在每年的4月5月7月10月份 各有一天的禁食 但到了晚期犹太教的禁食呢 渐渐就变成一种善功的修行的方式 而到耶稣的时代 这些禁前派的法利塞人 更自定他每一周要禁食两次 那一般是在周一跟周四 而约翰的门徒也是这样 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耶稣的门徒被议论 说他们没有像约翰的门徒 像法利塞人的门徒 这样子禁食的主要因素 因为被认为不禁钱 那34到35节我们看到 耶稣的回答就表达了 禁食是为了与神相遇 并且禁食往往是在哀伤的时刻 到神的面前来呼求 但是对这些门徒来说 耶稣就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禁食的目的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因为他们就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就与上帝在一起 那并且此时应该是欢喜快乐的时候 所以耶稣就用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那这个岂能叫陪伴的人禁食呢 来表达这件事情 那对我们来说呢 禁食是为了能够专心祷告 为了来专心寻求神 与神亲近 为了要得着我们灵里面的突破跟更新 使我们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能够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环境当中 能够站立 能够站稳 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然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而禁食是为了领受从神来的启示跟力量 那去关怀落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禁食是为了松开人生命当中各样的捆锁跟挟制 这才是禁食真正的意义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来禁食祷告的时刻 我们需要知道 禁食祷告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我们想要明白一件什么未来的事情 甚至于不见得是我们 想要知道我们应该要或向左或向右 禁食它真正的意义 是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 是我们为了要分别出一个完整的时间来亲近神 使我们能够领受能力 那它最重要的意义 是让我们能够在神所预备的环境当中 能够站立得稳 心里面能够有力量 最重要的意义是 透过禁食来松开在我们里面那一切挟制我们的 那一切捆绑我们的罪的权势也好 种种的伤痛 种种的状态 那么使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去释放那些落在挟制当中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禁食祷告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为人来禁食祷告 求神松开他们生命当中的挟制 但是这禁食祷告的果效 合理的来说 它应该先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所以禁食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着从神来的能力 能够去执行合神心意的各种各样的事物 好比说当你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 那么在之前 可能我们没有祷告之前 那我们会信心不够 我们里面的爱会软弱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行动 但是祷告之后 我们里面就会清晰 我们会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可以去帮的 我们用什么方式帮 并且我们也能够有勇敢 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然后有这样的信心 能够先去把人的需要去给他 这是禁食真正最主要的意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 禁食并不是一个自表敬虔的一个方式 更不是一个行善的修行 禁食是让我们与神亲近 使得我们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禁食祷告 其实它可以 但是呢 它并不见得是我们需要常常进行的事情 那么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 靠着神的真理 我们所期待的是 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 那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碰到比较巨大的环境 或是重大的艰难的时刻 我们需要特别的力量 那我们需要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那禁食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那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 能够一天比一天活得更加的 有神来的力量 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